这个女学生竟然拿着一千万现金来上学 所有人都被镇住了 对手简直不敢相信 你嫁开银行的妈 女学生极度亢奋 荷尔蒙直线飙升 不就是一千万 这样才刺激 那么女生这一千万将落入谁的腰包 从今天开始 不乐给大家带来狂赌之渊 非常好看哦 这所高校叫四立百花王学园 只有政界的高官子女 或者世界三百强的企业接班人 才有资格就读 学生之间有严格的阶级之多 谁持有的财富多 谁就是人上人 反之就会沦为家畜 无论男女都得无条件任人宰割 而获取财富的途径 未有参与赌局这条路 三千多名权贵子女 在这个圈子里玩得乐此不疲 这天 转校生十三孟子 助学报道 他来到二年级的华祖班 大眼睛 小蛮腰和大长腿 瞬间正服了全班男生 班主任呢 让班长林锦良太 带孟子去除去效应的环境 梁太顿时脸红 这让大姐大早一女 满脸不悦 这只小狐狸精 看我不整死你 两人在校园里闲逛 忽然 孟子注意到 梁太胸前挂几个牌子 上面竟然写着波及 意思是臭狗 另外还有个数字 下位是一百倍 梁太无奈地解释 这里不凭学习成绩 只凭读术 只要输到一无所有 就会被带上家畜的牌子 无条件地服从任何命令 你千万要小心 然而梁太惊讶的是 梁子竟然极度兴奋 很快 早一女就找上门来 要给梁子办银行会 那便是独一场 梁子当即同意 独法教投票猜拳 晚法如下 30名同学的卡片上 划上石头剪刀布 任意其中一种 然后塞进投票箱 梁子和早一女 每次抽取三张 然后选出一张猜拳 如果排名相同 就从剩余的两张中 再选出一张继续 三次都相同的定居 谁先输光前 才能结束 期间手排不足三张 随时可以摸牌补术 同学也会及时画牌投降 梁太本想劝梦子 早一女直接将她掘到耳边 臭狗 快去给主人拿筹满 梁子看到这一幕 出奇的瓶颈 无奈之下 梁太拿来筹满 一枚代表一万 每人共有120枚 就是120万 第一局 梁子压两枚两万 早一女跟住 梁太站在梁子的正后方 发现梁子的牌 是两十一件 这是常见的牌 石头多 要想一次性抽到 三张不同的手牌 那比登天还难 两人同时出牌 梁子是石牌 早一女是减牌 第一局 梁子争 赢了两万 财富中间 梁子122万 早一女118万 第二局 梁子竟然压了50枚 50万 早一女有点惊讶 想不到 梁子同学这么豪爽 旁人也是琢磨不透 才赢两万就得责 早一女跟住 两人出牌 都是石头 于是便继续出牌 早一女为石牌 梁子为减牌 早一女赢了50万 激动到手务足道 财富中间 梁子72万 早一女168万 第三局 梁子压了两枚两万 早一女跟住 两人出牌 梁子是布牌 早一女是石牌 梁子赢了两万 第四局 梁子居然再压住50枚 50万 早一女直呼 你的风格合乎我意 但梁子呢 却异常平静 两人出牌 均为布牌 于是接着出牌 这时 梁太取下脑袋 梁子 你转来这鬼子小图个啥呢 当他抬起头时 就见梁子为石头牌 早一女为布牌 早一女大写 立刻起身 搂回这50万 奇怪的是 梁子竟然还难目镇定 财富总结 梁子24万 早一女216万 第五局 梁子梭哈 直接24万 早一女跟住 这关键一决 早一女是剪牌 而梁子竟然是布牌 梁子24万全说 总共签下120万的局款 本以为就此为止 没争想 梁子居然表示 你还敢和我再来一局吗 早一女大惊 真的不要命了是吧 我今天就当着全班人 干掉你个小狐狸精 梁太紧张万分 再输下去的话 就沦为家畜了 你这么漂亮 后果不堪设想 早一女暗讽梁子 难不成是地主家的傻公主 就在此时 梁子提起30块的小包 居然到处一堆的money 足有整整1000万 梁子表示 这是我学习的零花钱 我就拿来做赌注吧 众人全部被震助 早一女猛拍桌子起身 你开什么国际玩笑 一学习的零花钱 竟然有一千万 你这个疯女人 此时 梁子情绪极度亢奋 两眼瞬间充血 脸成了红桶 一千万算什么 要是敢赌张性命 那才叫我身心沸腾 赌注越疯狂 才越让我刺激 早一女直接傻眼 她才不到 梁子玩什么心机 扭头就走 梁子只丢下一句话 你害怕了 早一女大怒 竟敢小瞧我 你不然就别怪我不业 她坐了下来 对着一千万信心十足 因为投票的30个人里 竟有21个人 是她的内应 按照她的指示 21个人画的 都是石头和布 早一女拿到两步一时 而梁子呢 小白胜早一女 要么就是拿三张布牌 要么就是抽到剪刀牌 无论哪种 该率都低的吓人 早一女胜券在我 这一千万 解拿定了 很快 决战开始 早一女扬起手 打出了布牌 而梁子 竟然亮出了剪刀牌 早一女直接愣住 怎么可能 骗人的把 她的手都坐了起来 连牌都抓不住了 梁太也禁住了 这样一来 早一女持有的240万 权归梦子所有 不仅如此 她还道歉梦子一千万 减去梦子第五局出的120万 还需要交880万 早一女吓得快哭了 一夜回到解放前 她浑身发冷 只觉得梦子是个怪物 万般无奈之下 她垂头俯身在桌下 880万 我现在拿不出来 恳求您款欠一个月 然而梦子呢 却高贷贵手 880万不用给了 我今天很开心 就当做陪我玩的小费吧 梦子转身离开 梁太赶忙追上 想要解释什么事 梦子却主动表示 我知道你们出老千 原来 开始梦子就预料到 早一女会操纵投票 全班30人 假设早一女 内应有20人 其中至少有一个人 负责指挥全局 落举下来 梦子发现 绝佳的位置 就是位于此的正后方 而站在这个位置的人 正是梁太 梁太突回到梦子的手牌后 便会做出相应的手势 传递给早宇女和内应 早宇女会故意打拼局 这样手牌不足三张 内应就会划出相应对立的手牌 塞入投票箱后 然后被她拿到 而梦子能确定梁太 就是靠这个小镜子 梁太佩服你 她还好奇 为什么梦子能抽到减牌 梁子解释 这是偶然 全靠运借 梁太很佩服 并向梦子鞠躬道歉 没想到梦子竟然送给她一百万 作为对她逛学校的辛苦费 事实上 学生沦为家住后 只要上交一百万的特别上拿金 就能摘下家住牌 梦子的这番心意 梁太十分的清楚 所有的辛苦费 是在爱苦全带的面子 这么漂亮又体贴的女孩 我梁太必将守护到底 第二天 梦子和梁太来到教室 就见早宇女的书桌上 竟然被乱读乱画 还放着家住牌 早宇女沉着脸 在全班的计讽下 她带上了家住牌 不同的是 女生的家住牌上 写着小花 就是杂猫的意思 早已女通把梦子 这一切都怪你 我不会放过你的 梦子呢 无言以对 她确实没想到这么做 梁太带着梦子 去喝咖啡 她叮嘱孟子 务必要小心学生会 学生会管理着 所有上角的财富 并监督着整个制度的运转 三千多名的权贵子女 所在阶级排名 均由学生会公布 要是进入到处一百倍 就会被定为 不合作的倾向学生 就是家住 男生既为臭狗 女生则为杂猫 不过翻身的机会也很多 比如给伯乐点赞加关注 或者交一百万的上角金 梁太感谢梦子出手相助 梦子立刻表示恭喜 当下滚动屏障 攻持着家住的名单 早已女轮为87位 此刻她正在餐厅 擦洗着地板 梁太提醒梦子 现在学生部的会长 是陶餐启罗利 她长得很妩媚 但成富极深 两年前 她通过赌局 击败了前任的会长 打下会长的宝座后 便建立起阶级制度 与家住制度 如今手下美女战将云集 能躲多远就躲多远 千万别去招惹 听到这些情报 梦子颤抖不止 能转学过来 真是太美好了 就在此时 楼上的梅家女孩 在组织一场赌局 梦子感兴趣 梁太解释 梅家女孩叫黄一月 一年起的学妹 刚来不久 就进入了学生会 据说 是因为上缴了巨额财富 她的父亲呢 是玩具制造业的大恶 她最擅长玩不可白 未曾有过一败 梦子顿时来了进 哎呦 小学妹有点本事啊 没想到几分钟后 李皇月竟然主动拜访梦子 自从梦子将早已女收拾掉 顿时名声大振 黄一月发出邀请 希望能和梦子 比赐一下赌术 梦子当即接受 立场赌局大战即将开打 本期一完 本缘叫狂赌之渊 是第一集的第一和第二集 本期问题 你喜欢看狂赌之渊系列吗 喜欢的发三个六 评论区到达四百条 波勒马上就去做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这是波勒的新频道 大家多多支持 记得点赞订阅哦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